数据专家多罗西摩根分析指出 2020年美国大选前 内华达州不完整的选民登记人数 在两个月内异常增加 这些选民注册资料 有些少填了性别和年龄 有些甚至把家庭地址或邮件地址栏位 填上了赌场和露营车停车场地址 亚利桑那州议会计划在下周一 举行选举诚信听证会 川普律师朱利安尼以及爱丽丝 都将会出席 请讨人大纪元将提供现场直播 并有中文同步翻译 推特再报言论审查 封锁宾州共和党参议员 道格马斯特里亚诺的账号 对此川普周五谴责推特 企图打压真相 只有共产国家才会这么做 并表示为了国家安全 第230条必须被立即终止 拜登周三发表感恩节讲话 却只有一千人上线观看 引发话题 美国资深评论员安德鲁认为 这与拜登赢得所谓八千万选票 并不匹配 美国OAN新闻评论也提到 少得可怜的观看数 并不像主流媒体所吹捧的 拜登是史上最受欢迎的高人气 对此川普也回应 拜登的麻烦大了 因为他需要证明 他在大选中的选票 并非舞弊所得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